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Sara 嗨 今天呢,有猜策你們可以看到 我要來使用全臉的andvee他們家的彩妝 然後是我在日本玩的時候 買的很多彩妝裡面的其中一項 好像唯一就是andvee這一項 我沒有特別拆開來給你們看我買的哪些 因為東西太多了 我那時候好像看過pinky 有拍片拍過一整臉的 然後就是非常的推 然後在禮品開箱那一支下面 大喊要看andvee的人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網路上他的評價也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這個呢聽說是日本他們很有名的 彩妝師河北玉界他創建的品牌 然後我就買了這樣一整袋 那廢話不說說就趕快來把彩妝上到臉上吧 剛剛有發現那個好像很有名的primer防曬妝前隔離 我好像沒有買到 哎呀 反而妝前的部分我買的是這一支 咦它上面寫第一名OK 不好意思中文名字我真的是會不知道 我就給你們看圖片 英文的話它叫做UV Milk 應該就是個妝前OK 這是我自己龜斷的 adcosme第一名 之後還會再拍一支adcosme上面 所有的彩妝品項的第一名的影片給大家看 想要看的繼續在下面敲完這些 那我們就先來直接上妝前乳的部分 好我買的顏色非常膚色的 但是因為我想說它是UV 所以應該不會有太多的顏色 好像還是稍微加了一點顏色上去 上起來非常的清透就是非常水感好推開的那種感覺 但加了妮有的那一罐好像還在更好推開一點點 這款的話是SPF50PA++++ 沒有推勻的地方有稍微比較黃一點點 不知道它的第一名是因為它非常的防曬呢 還是底妝會很好上去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進入底妝的產品 好那我的話網路上我自己也是沒有看到說 就是粉底液 然後我是買了這個 應該是氣墊粉餅的東西 那我們先來打開 Anderby它好像不是一般的藥妝店就可以買到 因為我去逛了非常多間的松本青 然後就是都是沒有 那我是隨便在一個百貨公司看到 有我就直接爆買 所以情況都有點緊急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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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吶我只有補充包耶 我只有本來要補充包 但補充包就是產品本人嘛 我只是沒有它的盒子而已 一樣可以打開一樣可以使用 OK 我們並沒有出太大的錯誤 Let's keep going 那我的色號呢 Light Beige 這顏色看起來挺黃的 那我其實皮膚現在底色看起來也是比較偏黃一點 上完妝前日子之後 我覺得我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 就是曬到太陽的那個顏色 原本顏色比較淺一點 然後那我們就直接來 它裡面也是有副粉膚 我們是可以直接 上底妝的 很多人就是用力的大讚美這個品牌 所以其實我非常非常期待的要來使用 但同時我也是抱著很大的疑問 當全世界的人都在說一個東西好用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真的 這麼好用嗎 但目前這個氣墊 其實上上去真的蠻服貼的 而且我今天皮膚剛好是處於一個 沒有說超級無敵 very good 的一個狀態 因為其實我皮膚很好的時候 什麼粉底上上去 都很難看出他們的缺點 所以今天我的皮膚的狀況 如果有缺點的話 應該會更明顯一點 好來稍微看一下這個底妝的妝感 就是非常自然 就是大家會很喜歡的那個遮瑕度 另外一面的話 我要來使用這個第一名的這個美妝袋 其實他們應該是有粉底的吧 不然他們出美妝袋要幹嘛 然後美妝袋呢 就是看似就是這樣 非常一般 真的非常一般耶 然後上面有刻印 N的鼻子這裡 你看不到 然後我能看到 跟Beauty Blender 比起來的話 它的毛孔細非常多 Beauty Blender 毛孔比較粗 那我先去把它加濕 這個感覺很嫩 我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它沒有硬硬的感覺 然後很嫩 很細滑 就跟我剛剛說的 可能因為毛孔比較細一點這樣 那我就要來繼續用剛剛這個氣墊粉餅 把它壓 直接這樣壓了一些 然後呢 我其實現在這樣子摸起來 我就已經有點喜歡這個美妝袋了 但其實加上我很久沒有使用美妝袋 我之前用過的美妝袋我都很喜歡 像點菸汁的啊 然後Beauty Blender也是非常好用 然後搬運工他們的美妝袋也很好用 是因為大家說它神好用 然後我其實只有買一顆而已 我是真的也是因為看到它上面有寫第一名 但我自己現在最愛使用的還是氣墊粉餅 因為你真的不一定要一直洗它 要一直清洗它這件事情 我自己是覺得有點困擾 但這個蛋在臉上上起來的那個觸感 非常的不錯 我怎麼這麼說 非常的不錯 我覺得用美妝蛋上的這邊 看起來再更有光澤感一點點 真的也不知道是錯覺還是不是 但就是妝感很漂亮 我覺得 眼睛下面的部分其實是要使用遮瑕 但我也沒有刻意避開 當然可以看到我臉上的一些小小紅紅的地方 還是細細微微的可以看到 但是整個妝感來說是非常自然 看起來很像自己的肌膚的感覺 所以目前還不錯 如果最近也開始 就是一直都有在看我的影片的話 我發現我最近變得非常想要 達到一個非常自然好看 然後有點像是自己的臉 再加強一點的那種美感 但我只能說美妝蛋我很喜歡 就是這個觸感 我只能說觸感讓我非常喜歡 但我應該還要再多試一些自己其他的底妝 然後跟這個美妝蛋 你才可以知道說 他是不是真的特別好用 好的 那再來的話 就是這個第一名的 他們的遮瑕盤 它叫做Found Sealer 如果你們知道英文的話 Concealer是遮瑕膏 Foundation是底妝 所以Found Sealer呢 就是他們兩個合在一起的意思 所以這應該就是粉霜啦 可以當底妝也可以當遮瑕的同學 登登 然後這裡面長就是這個樣子 我是拿加上應該是最淺的顏色 這個就是大家人人都在叫好的遮瑕膏 我終於見到你本人了 非常榮幸 我遮瑕膏我就是照我自己的意思去用了 我就是怕 他有可能還有其他的什麼 需要先怎麼樣弄啊 或者是他是特別 就是設計來用什麼樣的方式去上 但我自己比較喜歡裁妝品這個東西呢 看到就不需要特別的解釋 就知道怎麼去使用 我自己才覺得是好用的裁妝品 好 它有兩個顏色 我就會想這個比較蜜桃的顏色 應該就是先上在遮瑕底色的部分 它是非常的平整 它的那個質地是很一致 所以可以你看很均勻的上到刷子上面 哎呦 非常的蜜桃 very 蜜桃 OK 我想說想要一邊先給你們看一下 我直接用美妝蛋把它暈開好了 我只是用刷子來上 然後美妝蛋暈開 天啊 有看到嗎 這個上上去的這個粉質的這個細緻度 在刷的時候就有感覺了耶 粉質是非常細的 然後遮瑕度也很好 再來就是看妝感 也是非常的無貼 剛用而已 先不要太興奮 然後這個橘色 這個蜜桃橘啦 調色感覺也不錯 那現在呢就是那個蜜桃色是非常均勻的分布在我的眼下 那接下來我就來用這個膚色 那我要來使用這個眼色 然後一樣是非常均勻的 用刷子把它取起來 把它稍微的厚疊 這樣看起來妝感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另外一邊我想要偷偷的上一下這個 Charlotte Halbury這個 我自己覺得很保濕的蜜粉 然後稍微輕輕的 壓一下 橘色這一款 然後這樣就可以先把下面這個橘色的部分鎖住 等一下你上遮瑕之後 他們就不會那麼容易的混在一起 所以我再直接上這個 下面因為已經有一個蜜粉在了 所以你這個遮瑕的部分 你遮瑕度就會變好 但是粉感就會看起來比較重 底妝這樣子就完成了 這邊遮瑕度會比較好啦 比較歐美式一點 好那接下來呢 我也有買他們家的蜜粉 這邊有他們家這個 Pressed Clear Powder 非常similar的包裝 對就是包裝的部分我沒有覺得不好看 只是沒有很大的興趣而已 好那這邊裡面呢 就是一個透明的蜜粉 摸摸看 非常細緻的粉 喔細到 趕快來用 那我來使用 Beauty Blender的這個 就是絨毛粉撲 這邊有一點點過敏 所以妝會看起來有一點點卡卡的 不然這個小的比較好用 因為一般的那個太大塊了 其實眼下這個位置 想要好好的定妝 以上我自己都是用自己的上妝方式 所以都還是會比較厚重一點點 我自己現在看起來 自己都有那個感覺 然後再用一支蜜粉刷 來做整臉的定妝 個人覺得我今天皮膚的狀況 的確沒有到非常好 但是也沒有到非常的糟 所以目前我覺得整個底妝 用起來還是會偏有點粗糙一點 我自己感受起來是這樣啦 我現在沒有到超級無敵嚴重過敏 但是妝感看起來是挺厚 那當然跟我上的方式也是有關係 就是我上的量 就是我習慣的一個量 我真的在習慣減少你知道嗎 但是我臉上也是很多紅疹很多瑕疵 我想把它們全部遮掉 但我不知道等一下過久一點 會不會狀況再好一點 那我現在的話要先來上眉毛產品 我這邊還有一盤他們家的眉粉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是眉粉 然後然後一樣用這個刀子把它打開 不然它的盒子超難開 用手是弄不開的 然後我記得我在買的時候 它的顏色就讓我有一點點糾結 原本在想說要不要直接放棄眉毛 但我真的是一個很愛眉粉的人 所以我買了 我好像買的裡面算是最正常的顏色啊 另外一個會偏有點紅色 然後這個我對我來講是偏有點黃嗎 然後這樣看起來這個感覺是沒錯 這一格是眉蠟 然後另外兩個是眉粉 很久沒有在用眉蠟這個東西了 我稍微來吐兩下試試看 其實我以前是很愛用的 像那個Anastasia的Brow Palme 但也是要看好不好用 哇它超黃的 好黃 不行 我沒有辦法認真的看著我自己 如果我的眉毛那麼紅的話 好不然我們先行放棄我們的眉蠟 如果說是要跟那個Anastasia的那個眉蠟 來比的話這個的話 就有點偏不顯色 但是 then again 這是日系品牌彩妝 我還在學習這其中的不同的點跟奧秘 什麼是真的不好用 然後什麼是其實只是因為風格不同 然後這個顏色我就說吧 超級無敵局 哇我現在是用中間的顏色啦 但是想說都要用用看 然後那再來我來看最旁邊這個顏色 喔這個顏色好像比較好看一點 但它好深 喔你超深的 好啦現在這個顏色又偏紅 其實眉粉的本質很細耶 就是很顯色然後很好暈 不會暈到一半有點斷掉的感覺 但現在我的問題就是這個顏色 顯色度的部分很顯色 但我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再怎麼說這是眉毛嗎 眉毛需要的是自然一點的顯色度 好我們就先放著 再來是這個眼影盤 我自己都忘了 我到底買了哪個顏色 所以我們就一起被surprise吧 就它上面這邊是有寫 Sand Brown 但是我其實也不知道 Sand Brown應該是長什麼樣子 這是沙子棕色 喔是蠻扎實的包裝 非常的 對 咖啡色 我也只能這麼說 好我先刷色給你們看 哇這個粉質 喔喔這個顯色度 喔它不是那種很隱晦的顯色度耶 它是很濃的顯色度耶 最深的那個顏色還有把我嚇到 它是真的很濃 那種日系品牌嘛 就是跟歐美那種顯色度 應該會差很多 尤其是我在開箱其他的眼影的時候 但是這個顯色度 I like 我喜歡 對我來說顯色度夠 顯色的話 你可以控制兩次用少一點 它就是可以看起來更自然 但是當這個顏色就是不夠顯色 你在怎麼加深 它就是那個淺色 所以我喜歡這個顯色度 好另外的話我還要買兩個單色的眼影 它們是Cream Eyeshadow 我就記得那個時候刷色的時候很美 所以我就果斷帶回家 非常簡約的包裝 然後是雙狀的質地 201然後241 它們非常的內斂的光芒 我自己現在都在用力的想辦法回想 為什麼我要買這兩個顏色 可能是想說要畫出一個非常有透明感的妝感嗎 是嗎 那我們就先來用這個 我剛剛使用以後蠻開心的這一盤 那因為它裡面也是有附 就是這種海綿刷具 我想來試試看 而且它的海綿刷具有一頭是有這個刷子 然後我想知道 這麼顯色的東西用這個海綿刷具 會發生什麼事情 當然我如果要翻車的時候 我會再拿我的刷子出來救一下 好那首先呢第一個顏色 我就先來用這個刷具的另一頭 這個大片的海綿 然後來鋪這個底色 非常顯色喔 我故意沒有要把那個暈好 因為我相信它的顯色度 我不需要特別的搭底 我就是上的太重了 不然美你告訴我 你們這種海綿眼影棒要怎麼上 才可以上出那種很自然的日性妝感 粉質很細而且很均勻 有點難控制 那因為是我不太習慣使用海綿頭 這顏色這樣沾上還蠻好看的耶 我認真覺得 我現在裡面並沒有一個太亮的打亮色 我好好奇我想要看一下 那個河北老師 他是怎麼在上這些眼影官的 然後這邊被扯到有一些些妝感裂開的感覺 我只能說我目前使用下來的心得跟 就是大家在那邊大推 然後什麼東西都超好用的那個心得 有點不一致 我先用刷子把這個刷開 還是其實海綿棒就是一個這麼難用的東西 OK 是嗎 不過這個顏色在眼睛上怎麼這麼好看 我現在是這個以外是覺得 怎麼會很好看 而且我總覺得這樣子眼妝其實已經完成了 我對日渣沒有到如此非常的熟悉 但是總覺得他們好像很常都是眼睛上就這樣一個顏色 然後就上眼線結束這回合這樣的感覺 我的話沒有辦法 層次感還不夠 OK 我現在不是很想要繼續用這個海綿刷上 因為我覺得實在是不好用 我想要來掃這個顏色在我的整個眼皮上 這個我覺得就是很減色 然後有一點點珠光在裡面的 喔 我他 很顯色 我已經有稍微吹一下不夠要用力的敲 這顏色超顯色耶 剛剛加的那個黃色雖然現在看不到 但是他就是有給一個漸層的感覺在裡面 這樣漸層起來真的是好看 知道嗎 他的這兩顆眼影我目前都很愛 我剛剛摸一摸這邊妝就已經有點剝落了 你知道剛剛這個深色就是讓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但是我覺得我這個深色上上去之後 就會變成我一般的歐美Sera了 但是這個深色 好想上喔 我現在就是一個心癢癢 但是可以注意一下你看在我的手上 他就是搓一搓之後會有一塊是結塊然後變很深的 我不太想要上在眼睛上其中之一 就是有可能會翻車 但我不知道他很深 然後粉質摸起來是非常的細 我以後再用好不好 我覺得我現在這樣子很好看 OK 那我們再思考 我這個雙是可以疊在上面的吧 這才是真的有可能會讓我的眼妝翻車的部分 但是我就是想試試看 OK 好像沒有特殊的幫助OK 跟我想的其實差不多 然後很輕輕的去上 就是最表層末端 比較多產品會直接附著上去 他感覺給我的眼皮增添了不少 所謂的透明感嗎 可是他黏黏的耶 他黏黏的怎麼辦 有一個光澤感漂亮耶 但是 是就這樣黏黏的嗎 我現在疑問 很多疑問 Anyway 我們進入我們的眼線的部分 這個是and the bee 然後跟loveliner 感覺是不是合作的 因為loveliner好像就是 也是日本他們很紅的一支眼線餅 因為我記得我另外還有買loveliner 他們家自己的眼線 然後這邊有一支and the bee這一支 所以我現在有點不太確定 對他上面是有寫and the bee 然後跟loveliner 那這是一個咖啡色 而且不深耶 算是挺中間深度的咖啡色 然後呢我就來 我最近正在學習不要把那個 三角形填滿的畫法 最近看到很多人的就是眼線是畫這個風格 所以我就是有種我也要試試看 嗯 算有成功嗎 這邊看起來有點辣菜 看這個看起來很不一樣 這邊比較成功 yes 蛤 這就是我們的眼線的部分 我先把睫毛都上完我再回來 那接下來我們來使用and the bee他們家的打亮 那他裡面的話有附一個這個刷子 那他並沒有真的有一個地方可以裝刷子 所以這個刷子呢可能等一下就會被我丟掉了 因為我沒有辦法把這個東西直接放在我的打亮上面 有一點點強迫症 然後加上他裡面的確是會有一個透明的一片小小的東西 但就是那個對我來講就是有點放在這裡面 我會覺得很愛眼 所以我還是以他一整個這樣子帶著使用就好了 我先刷個色給大家看 非常低顯色 但他的光澤 是非常自然光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其實現在是蠻期待他在臉上會是什麼效果 好我直接用這個刷子 然後直接上在 oh my god 超級漂亮 粉質超細 我等於說我上的位置不見得會是最好看的位置 對於打亮我還在摸索中 但是這個打亮在臉上超美 那我接下來想要來自己用另外的別的刷子 我的天啊 超漂亮 等一下打亮的日子又回來了嗎 現在解禁了真的大家打亮可以打起來 oh my god 這顆打亮 這顆打亮沒有在開玩笑 非常漂亮 oh my god oh my god ok 我的頭髮是捲的沒有錯 之後會有一個你知道髮捲的開團 然後這個髮捲真的很好用 只要我都不可以用的東西 沒有在開玩笑 你們看過我那個爆炸的瀏海 你一定可以用 手餐的人絕對可以使用 但是團購的話是要等到四月 所以敬請期待囉 好的最後啦 這個是 and me 他們家的唇釉 我就看到包裝的時候也是 欸非常基本款的包裝 但聽說內容物非常好用 所以我們 Let's check together 我這顏色是 2M1 刷色是這個樣子 就是土中 我最愛的土橘中 上在正中間 這樣算是有點薄差 我再多疊一點 唇藥的質地 我現在還不再確定它就是那種超級不掉色 我看一下 就是Liquid Rouge 沒有特別寫 因為它就是都是日文 摩擦什麼強什麼色落 我在想這應該也是就是抗摩擦 然後就是比較不掉色的那種 看起來我這個髮型 只是好像也算是蠻適合我的齁 還行吧 有氣質美女的感覺嗎 那就是我們全臉&B的產品了 那我來說一下我的總心得 我覺得今天所有產品 就是平均值來說 就是都很不錯 但是因為就是以網路上 我聽到那個風聲 就是他們到底有如此 哪般哪般的好用 來說來比的話 我還是有一丁點失望 這個唇藥就是對我來講 就是一般的你知道 不掉色唇藥 就是沒有什麼特殊的 然後其實遮起來質地是真的很不錯 然後但是我現在戴起來 我的眼下的質地 看起來也沒有說到非常的平滑 就是一般我用過更好的的話 不是像這樣 這個就是比較一般 然後好用的遮瑕 you know 不是那種oh my god 超好用 但是我覺得遮瑕有可能 是我使用上跟我今天幾乎的狀況 我覺得還可以再看一下 那其實氣墊的部分 我是還蠻喜歡的 就是今天氣墊的部分 就是普通也是一般氣墊的表現 然後眼影是有超過我的想像 就是他們的顯色度的部分 今天用的每個顏色我都非常的喜歡 然後這個深色我是還沒有用 但是我有預感它也是會是我很喜歡的 這盤可以變成一個就是每天使用的顏色 像我今天這樣上起來就很漂亮 然後我如果想要oh my 我也可以oh my 因為它那個深色是可以很深色 眉彩盤的部分呢 那個眉蠟的部分我沒有get到 但整體來講也是一個好用的東西 然後今天的這個cream的眼影的話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現在那個cream眼影先就是直接都在 肌線ING 因為再怎麼說 你一定是會眨眼的嘛 所以就是會肌線 那我不知道肌線是不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 但是對我來說我覺得還好 沒有很有魅力 所以cream的這個的話我不太確定 然後我個人是覺得這個蜜粉上上去之後 我覺得整個人的妝感就變得沒有那麼的細緻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都還要再看看 那今天超越我的想像的就是我們的打亮 就它看起來就是一般的打亮啦 其實就是你知道好的打亮就是長這樣 只是上上去臉上的瞬間 這個細緻感把我嚇了一跳 真的是把我嚇了一跳 所以我得說這個打亮 就是不要用走的用跑的去買的那種 其實美妝當然是真的還不錯 但沒事還是要弄濕 然後就是拿來上底妝的話 我還是覺得你知道就是氣墊粉撲的部分比較好用 然後之後我跟Solone 我真的是剛好拿起來要說它 但是我還沒想到 之後我跟Solone又會再開一次團 已經有非常多人在敲碗說要開團了 所以跟你們說一下會 鎖定我的頻道就對了 大概是在這個月以內 那就是我們今天&B的影片部分 我希望大家有喜歡 然後我希望對大家來說有幫助到 那&B的話現在目前在台灣沒有賣 所以還是要透過代購才能去買 所以購買的路線的話 你們就自己去尋找吧 沒任何問題的話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離開前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次我有影片都會第一個通知你 然後不要忘了這支影片 如果有幫助到或者是喜歡 或者是只是單純喜歡 me 點個讚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就好 會不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